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与菲 首先,缅甸的反政权力量最近取得了重大进展 控制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和城镇 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崩溃 民族武装组织和人民防卫力量成为新的政治和军事主体 然而这些组织更关注各自地区的自觉权 而非重塑整个缅甸 气候变迁也对这些反抗组织扣成了巨大挑战 预计未来10到20年内 缅甸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将变得不适宜居住 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这一新现实 并支持当地的军事和治理机构 以限制武装冲突和地区不稳定 接下来,伊朗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 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和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都拉西安 相继去世 最好,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强调 国家的安全和治理不会受到影响 并呼吁保持冷静 伊朗革命卫队将继续作为政权的基石 准备以任何手段维持阿亚图拉的统治 最后,我们来看南海局势 菲律宾指责中国破坏黄岩岛的海洋环境 并呼吁国际社会对该地区进行检查 2012年中国控制了黄岩岛 但菲律宾在海牙仲裁法庭挑战其主权声明 该法庭在2016年裁定 中国对南海90%的主权声明 没有法律依据 菲律宾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提起诉讼 以应对海洋环境的破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cke Asia报道 缅甸反政权势力在过去6个月中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透过协调攻击克勒 至少400个军事基地和50个城镇 军事政权的国家行政委员会 已无法有效运作 主席米囊来犯了亚洲强人最忌讳的错误 未能通过绩效合法性考验 无法提供基本服务或保护公民 在这种国家崩溃的背景下 长期存在的民族武装组织 和新一代的人民防卫力量 成为缅甸最具活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将从夏儿上定义新的缅甸 中国一直在为这些组织 以及SSC提供大量援助 以保护自身利益 现在是西方力量加强与反抗力量联系 并提供支持的时候 以准备缅甸下一阶段的演变 这些武装组织更关心的是 确保自己地区的自觉权 而不是重塑缅甸这个严重受损的联邦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 和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都拉西洋去世后 革命卫队将全国范围内保持高度戒备 伊朗的国家媒体迅速进入预期角色 先是淡化危机 然后强调稳定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在总统和外长死亡的消息确认前呼吁冷静 明确表示国家的安全和治理不会受到干扰 伊朗的真正权力来源是最高领袖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只有两位最高领袖 革命卫队及其秘密警察 巴斯基是最高领袖权力的主要工具 随时可以被召唤以确保政权稳定 伊朗年轻人渴望自由和民主 但革命卫队将继续作为政权的基石 准备采取任何级别的残酷手段 确保阿亚图拉的记忆 旭同志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周一挑战中国开放黄岩岛 接受国际审查 指责北京破坏该岛的海洋环境 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海上紧张局势 在南中国海不断升级 菲律宾指责中国使用水炮和阻止机动行动 2012年中国控制了黄岩岛 2016年海牙冲裁法庭裁裁定 中国对南中国海90%的主权声索 没有国际法依据 菲律宾国家安全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表示 政府内部共识日益增强 准备就破坏珊瑚礁和捕捞宾危巨型哈利等问题 对中国提起诉讼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照片显示 从2018年到2019年 中国渔民非法捕捞巨型哈利 黄鸟鱼、顶壳和海龟 破坏了黄岩岛的海洋环境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三卫队此发表评论 但北京多次否认破坏珊瑚礁 马拉亚呼吁中国开放黄岩岛接受国际审查 以验证其说法 并表示 菲律宾不会被中国海警的恐吓战术吓倒 《环球邮报》报道中 皮埃尔·波利耶夫与贾斯汀特鲁多之间的竞争 被比喻为两头熊的较量 形象地描述了两人的政治斗争 波利耶夫在竞选中个人化攻击特鲁多 指责他各种政策失误 但自身的政策贡献 却仅限于口号和空话 许多读者认为 波利耶夫虽然成功利用了反特鲁多情绪 但他缺乏实际的政策计划 甚至在被问及具体问题时 也常常回避或转移话题 这种策略虽然聪明 但也让人质疑 他是否真的有能力领导国家 而特鲁多的表现同样备受批评 许多人认为 他的总理任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难以支持波利耶夫 这样一个看似 只会煽动情绪的候选人 日本时报报道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 要求开放黄岩岛 接受国际审查 马尼拉指责北京破坏该岛的海洋环境 称中国在黄岩岛的行为 违反了国际法 自2012年中国控制黄岩岛以来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不断升级 2016年海洋仲裁法庭裁裁定 中国对南海90%区域的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但中国拒绝接受该裁决 菲律宾方面表示 如果中国继续逮捕 在南海作业的菲律宾渔民 他们可能会将案件提交国际法庭 寻求法律解决 菲律宾前最高法院法官卡皮奥指出 中国的新海警法规违反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原则 菲律宾可以通过国际仲裁 来反击中国的行为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考虑在国际法庭起诉中国 以应对中国海警即将实施的新规定 这些规定允许中国海警 从6月15日起 拘留涉嫌违反海上边界的外国人 菲律宾前最高法院法官 安东尼奥卡皮奥表示 菲律宾可以将这些案件 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 寻求释放被拘留的渔民和渔船 菲律宾参议院议长祖比里 和反对派领袖红帝韦罗斯 也支持这一建议 认为中国的新法规违反了国际法 并呼吁菲律宾与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法国等盟国合作 共同反对中国的行为 菲律宾总统菲迪南德马克思警告称 中国的拘留威胁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菲律宾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其公民 南华早报 中国顶尖的电动车制造商 从比亚迪到小鹏正面临销售放缓和价格战的压力 导致他们延迟支付供应商款项 数据显示 比亚迪在2023年支付供应链供应商的时间延长至275天 而2022年为RB149天 2021年为198天 总部位于上海的未来 去年需要RB195天来清理应付账款 而2022年为RB147天 2021年为197天 广州的小鹏去年支付供应商的时间增加到RB21天 而2022年为RB208天 2021年为179天 杭州WDEF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卫表示 汽车制造商支付供应商的时间是其财务健康状况的指标 延长的支付周期 表明一些企业面临流动性问题 需要调整现金流管理 这种延迟可能影响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生产 因为零部件制造商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材料 中国乘用车协会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电动车销量为890万辆 同比增长37% 但增速明显放缓 比亚迪自2月中旬以来 已将几乎所有车型价格下调5%至20% 引发了大陆电动车价格战 特斯拉上海工厂去年支付供应商的时间缩短至101天 较2022年的112天 和2021年的113天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 特斯拉在大陆的销量在第一季度下降了3.6% BBC 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在提高票价超过五分之一后 年度利润大幅上升 该公司报告称截至3月份的全年利润增长34% 达到19.2亿欧元 16.4亿英镑 尽管燃料成本急剧上升 作为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瑞安航空表示 如果波音按计划交付飞机 今年可能运送多达2亿人 但他警告说 波音的交付可能会进一步延迟 瑞安航空表示 到7月底将缺少23架波音737飞机 该公司正在与航空巨头紧密合作 以提高质量并加快交付速度 去年瑞安航空运送了1.837亿乘客 平均票价上涨了21% 尽管今年夏季的预定量超过去年 但票价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瑞安航空表示 对夏季高峰期的票价持谨慎乐观态度 预计票价将于去年持平或略高 该公司没有给出当前年度的利润预测 表示这取决于避免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等不利事件 大规模空中交通管制干扰 或进一步的波音交付延误 南华早报 北京对台湾新领导人赖清德 首次发表的亲独立演讲 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这被大陆学者形容为 向大陆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2016年赖的前任蔡英文首次讲话后 北京领导层用了大约5小时才发表声明 蔡英文的两个任期内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事务专家朱松林表示 赖的演讲非常强烈 表明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国家 赖在演讲中谈到保护台湾主权 并与所谓的民主国家共同对抗大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表示 赖的演讲显示它是死因的台独势力 未来四年的政治对抗将是主要主题 赖在演讲中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恐吓 并共同维护台海及更大区域的和平稳定 赖还表示台湾不应对北京的意图抱有幻想 强调即使接受中国的立场并放弃主权 中国的吞并野心也不会消失 赖将台湾描述为世界和平的前线守护者 因为其在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丹尼·拉塞尔预测 北京将对赖的言论反映强烈 尤其是赖宣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言论 拉塞尔认为,无论赖说什么 除了无条件头像,都无法让北京满意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发现银河系的光晕 充满了巨大的甜甜圈形磁场 这些无形的磁场直径达到12000至100000光年 位于包围银河系明亮旋转盘的巨大气体云中 银河系的中心在它们的核心位置 尽管这些磁场的强度仅为地球磁场的百万分之一 但它们在塑造银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使用法拉第旋转的方法 通过测量来自遥远星系的无线电波 在穿越宇宙时因磁场而改变方向的情况 确定了银河系光晕中磁场的确切形状和大小 这项研究将帮助确定银河系中大规模磁场的结构 这对于理解宇宙中磁场的起源和演化至关重要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亚马逊网络服务一项新研究 人工智能可以显示提高香港工人的生产力和薪资 但该城市必须缩小培训差距 以帮助员工充分利用这项技术 研究显示 拥有AI专业知识的香港工人薪资 可能提高多达28% 此外 AI还能将组织的生产力提高47% 然而 目前香港的雇主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叫员工使用AI工具 76%的雇主表示 缺乏实施AI培训计划的知识 70%表示没有财务手段进行培训 69%表示 员工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AI技能 尽管如此 香港在使用AI方面仍然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 84%的香港员工在工作中使用某种形式的AI 这一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0%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的艺术市场 正因年轻收藏家的兴起而发生变化 帮助这座城市摆脱了上海的阴影 5月10日 年轻的中国拍卖行Copper 在北京春季拍卖季开始之际 通过其20世纪和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会 实现了89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 尽管中国经济困境持续 全球艺术市场低迷 但拍卖结果超出了预期 北京的艺术市场正在经历有趣的转变 新的年轻收藏家正在崛起 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科技行业 特别是游戏 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这一变化正在改变购买动机 市场现在更强调个人联系 Copper的联合创始人间总经理谢阳表示 这些新进入者与以前主要来自地产或煤炭行业的收藏家形成鲜明对比 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拍卖工作日常 成功吸引了新的收藏家参与拍卖 这种策略使艺术市场更加民主化 吸引了更多不同背景的收藏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